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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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每年长达七个月的雨季 常常会造成道路塌方 吉仰无法及时到位 即便到了旱季 司务长下山进行一次采购 也需要赶三百多公里的山路 往返四天才能完成 官兵们都说 在八连当司务长 这是难上加难 但是四级军事长蔡明成 却在这个岗位上一干 就是六年 和战友们一起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南尼湾 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通往二府村 1952年以来 八连就驻守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 这是云南省军区最偏远的一个连队 2000年被成都军区授予集体一等功 因此也被称为一等功臣脸 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 是这个地区的雨季 雨季来临前 营度的官兵都要上山 给八连送去吉仰 我们阿普八连 素有边塞孤岛之称 如果说雨季一到道路塌方 那就更困难 因为他一到路塌方 唯一的工作阻断 我们吉仰送不进去 曾经最长的一次是有一个月 八连这个地方保障很困难 那么对连队的事务长要求就很高 他在那边一干就是六七年 把连队的伙食保障好 连队的官兵训练工作干得很好 他是功不可没的 我看这个 豆腐皮 青椒 对于八连司务长蔡明成来说 最关键也最难做的就是雨季物资的储备 今年四月份 蔡明成就要转业回到贾乡了 离开部队前 他想尽自己最大努力 把物资储备充分 让战友们没有后顾之用 蔡明成曾经的梦想是要称为一名特种兵 可如今他却在另外一个岗位上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带着称为特种兵的梦想 1999年蔡明成参军入伍 成为了云南省军区某边防团的一名战士 凭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苦干精神 蔡明成屡次在军事比武中摘得桂冠 被蒙次军分区评选为爱军金武标兵 战友们都亲戚地称他伟飞毛腿 可2010年 一直掉令 蔡明成从火热的训练场 来到了边赛孤岛芭脸 担任司务长 他感到自己突然间失去了方向 太大了 那个落场 也轻八年嘛 是不是 就是我在活了的心理场 是吧 每天待在下面 是吧 张四妹是不是 搞匍匐情境啊 设计啊 五公里啊 武器的操作啊 我感觉每天都死不往你进 当然这个 湖上你来到后勤 什么都不懂 然而不久后 一件事却深深触动了蔡明成迷茫的内心 我刚来 来了以后 进入宜街 以后储备物资 来储备给他方 到他方以后到这领队 是不是 活了三天的西州 就是那个西方 花生米 行菜 那就是看了 现在我想起来 真的很难过 难过事情 真的是 对我出的相当大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让蔡明成意识到 自务长工作的重要性 吃了饿铺 这个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仪劫 经常塌房 如果怎么扔 要保住兄弟们吃好 吃饱 唯一的办法 要搞出农妇生产 连队原来有四个蔬菜大棚 蔡明成来了以后 和战友们一起 肩扛手提 又新建了五个大棚 他和战友们满心欢喜地 撒下种子 但是很快蔡明成就发现 种菜远远不像 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们所种植的这些菜 不知道怎么回事 种上去 刚刚见长了 然后莫名其妙的 就枯掉了 黄掉了 然后黄掉以后 上面长了很多斑 很多点 真的是让老班长 非常心疼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菜 可以说是它付出了 非常非常大的心血的一个东西 日子一天天过去 蔬菜枯黄的情况 也一天比一天严重 可原因却怎么也找不到 蔡明成为此伤透了脑筋 周末他特意走了几十里的山路 来到山下的一座寨子 边帮老乡干活 边向他们请教 老乡的经验之谈 解开了蔡明成长久以来的困惑 原来是红蚂蚁在作怪 回到连队后 按照老乡的说法 种菜时 蔡明成把草木灰撒到了地里 不久之后 蔬菜果然 郁郁葱葱 长势喜忍 两儿 正当蔡明成满心欢喜的时候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你别说你宰得那么深了 就闷死了 知道没有呀 这碰撤样的说 一般种白菜了 二般也种白菜 有的是菜吃不完 有的是没得吃 是吧 因为通过这件事情 我一 我在研究 到底要怎么做菜 能保证 菜间的菜不浪费 又种出来 又吃到我们 我们什么 我们嘴里面 按照规定 官兵们一天的伙食费 是二十一块钱 五菜一汤 十种蔬菜 如果没有统筹好 就会出现 要么无菜可吃 要么吃重复菜的情况 可以什么 我也想啊想 我想 同意怎么 就菜苗 要同意我来游 分批种植 而怎么 就棋子搭配 你不能说怎么 你想种什么 种什么 又苗又不像 跟中菜那种 又不一样 知道没有 一定这个土质 一定要拔瓶 是吧 要细 知道没有 要它是种子 不像个在这 蔡明成专门 批出一块地 作为自己的疫苗基地 每天他的心里 都会揣本明白账 好 打个记号 知道没有 好 不能太美 不能太细 这个品种比较多 是不是 你基本上是哪块 哪块是 是什么 最土的办法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插到这里 是不是 这种毕业好记 我相当费心思 这个统治这块 你每天 你要个菜地里面 一个炕 你要个计划好 今天是不是 哪个帮菜收了 要种什么菜 下个季节 又马上要幼苗 都要做提醒 幼苗你不肯定是 一天两天 又穿 有些过把也 有些帮帮过也 必须塑造 下一碗功夫 要个营救 这本明白账 蔡明成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一年的种植计划 六年来 像这样的种植计划 蔡明成一共积攒了六本 2016年12月份 我就给你们做出来了 种植的 从我来 有六本 还有养植的 我也有 当时我留下 给你们做参考 今天我们就收这块菜地 刚好长了 可以吃了 再养就养老了 椰子拿起来 让我拔 知道吗 如今通过蔡明成 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 八年也开辟出了 属于自己的难以外 战友们的心理有了底 蔡明成的心理也更加踏实 我叫蔡明成 36岁 来自云南普 是云南森林区 某病房团 八年的医民司务长 来来来 拿着 快走 我们领队身处 中国 越南 老沃 三国交集处 我和战友们 收入着 祖国26.7公里的 病房心 随后领队 上高路影 平影彼色 当时我们也有着 自己的难以外 以助手的 自己内心的 这份年纪也挺大 不久 我将要告别 拾起你的基睿生活 我深深地感到 平凡的狠心工作 务力了 我的踏实力 细心 活着的心灵场 垂直了 我的真正体股 无论这到哪里 我都要进行 一名老兵的情怀 与本色 我是蔡明成 基睿人生正在播出 蔡明成 属于我的男女弯 知道自己即将退伍 离开部队了 蔡明成 更加觉得 时间的珍贵 他总觉得 还有许多事情 没有做完 每天晚上 整理完账目 蔡明成呢 都要把九块菜地 挨个看一遍 六年来 他摸索出了一套 种植经验 旱季来临 给菜地浇水啊 不能够选择 气温高的时候 而要选择 气温相对低一些的夜晚 这么晚了 要去菜地呀 是啊 要涨一下水 因为刚才浇了 今天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不涨了 觉得根会遭乱了 那你这晚上 就没有办法睡觉了 对对对 也习惯了 也是 因为这两天 挺比较干 你比较一阶 也可以 四五个小时 但这两天挺干 必须要两个小时 来换一次 六年来 他摸索出了 一整套种植经验 旱季来临时 给菜地浇水 要选择气温 相对较低的夜晚 于是每天深夜 赛明成给自己 订了闹钟 每两个小时 就要换一块菜地浇水 是不是啊 小他妈 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啊 也不要睡到凉了地方 要睡到 我给你铺的那个毛汤 吃草的时候 跟着你妈 是不是啊 你妈叫你妈保护 然而离开部队前 让蔡明成最放心不下的 不仅仅是 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 还有他亲手接生的 六个月大的小牛 小糖包 用这个泼入纸 然后就给小牛 打了一个窝 然后这个小牛生下来了 天气因为比较凉 就把小牛包到 这个窝子里面去 然后再整一层 这个被子 把这个小牛盖起 牛妈妈 这个奶水比较少 然后这个班长 马上就去 把准备好的奶瓶 然后奶粉兑好 也会迅速拿来 这个喂养这个小牛 那情况下我们的牛进来 睡了一晚上 人群就没吃好了 吃饱了 轻轻就心心热 是不是啊 不是睡一天睡十天 你不存在 我感觉 换你了 根据六年来的养牛经验 蔡明成摸索出了一套规律 牛吃了带有露珠的草 容易涨标 于是每天清晨 蔡明成到领的小堂包 和其他九头黄牛 到山上吃草 牛的生长周期 需要三年左右 因此提前计划好 公牛与母牛 老牛与小牛的搭配工作 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战友们的心中 蔡明成不仅解决了 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更是他们的知心老大哥 他用自己的踏实与淳朴 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和尊重 很用心 也很有心 也能主动地为我们这个 连队干部 特别是我们连队主管这里 分担很大的一些 业公众量 这么演的一个地方 能够搞好好的保障 当个指导员 吃了好高兴 对不对 味道怎么样 这个味道 可以 来快点 吃吃这个 吃了好高兴 对不对 比较辛苦你们 给你们吃好 就是我手上称职了 有什么意境也提 对不对 请你们 我马上出个采购 看你们需要带的什么东西 带的 带的 那个麻烦你一下 我刚才写在上面的 我有一个这个包裹 在这个顺风邮局 然后这个地方 帮我取一千块钱 取回来 然后到时候 你回来的时候 再麻烦你 在那个超市里面 帮我买这个沐浴毒 洗头糕这些东西 又到了每个月 要出去采购的日子了 这也是蔡平成赛部队的 最后一次采购 对于巴林的官兵们来说 即便是一管牙膏 一包纸巾 也需要蔡平成 赶三百多公里山路 绑返四天 才能带回来 只要在档子上面 用的东西 我都会给你们带回来 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有个 赶山路 我走了 兄弟们 好 这条弯多坡斗 崎岖狭狭窄的山路 蔡平成一走就是六年 并且多次经历他方 和滚石 老乡带我去吗 可不可以 可以 老乡你们赶开课看 今天在这条熟悉的山路上行驶 他的内心充满了不舍 因为他知道 山路的尽头 有他平凡的工作 有他付出的心血 更有他 挚爱的军营 和他亲爱的战友们 把平凡的事情当成自责的事业 你就理梦想更近了一步 俗话说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 蔡平成已经脱下军装 离开了军营 目前呢 他正在积极联系 县蔬菜公司和动物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 准备邀请他们为巴林的战友们 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 他说 如果还有机会 以其他方式继续为战友们 做后勤保障工作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义不容辞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坚守军人本色的企业带头人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从军写兵到企业家 披荆斩棘 他是从军营走出来的全国劳模 从边防官兵到英模连队 万里之行 他是心怀大爱的绿色追梦人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王启发 一个老兵的精神高地